记者王骏中台南报道,台南市东区崇明路崇明率以高级住宅社区后方新都新27号雪产用地,环境长期脏乱,杂草丛生,地面一条排水土沟被树枝树叶堆满,土沟因地方虫化被阶段形成五尾沟,积水发臭,资生大量解决,地方居民担心造成登革热大流行, 向市议员曾顺良陈情邀请市府有关部门会堪解决,曾顺良今天协市议员参选人曾信凯与市府立正,公务,教育,税吏,卫生,区公所等单位人员前往会堪,社区流行主委表示,该土沟在社区住宅群兴建前已存在,原有流通排水功能,后来因地方虫化,开心路遭阻断, 土沟内长时间积水,之前环保局曾抓过许多解决,草地蚊虫多,有引发登革热疑虑,希望市府相关单位尽快解决积水与脏乱问题,曾顺良表示,台南原本大力争取在东区新都新设立故宫南院极小巨蛋,如今全都落空,完工后的新都新区带来后遗症,教育局管理的学产用地欠缺管理, 树木,杂草丛生,环境脏乱,土沟还因下雨大量积水,形成死水滋生蚊虫,才联络市府有关部门会堪解决之道。 曾顺良,曾信凯勘查后认为,此学产地土沟是无尾沟,请主管的教育局与水利局了解是否仍有排水功能,如无排水功能,应尽速将土沟填平,杜绝登革热资生源,并派人清理环境,修剪树木。 水利局人员同意会同教育局与土地填平计划及施设排水沟的可行性。